台灣的地理特殊 在颱風以及地震頻傳之下 把光載工作可以說是我們一直想要突破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本研究經過這三年的研究 我們成功利用WSN無線感測系統 有效的裝置在橋樑上面 也量製了相關的資料做有效的分析 得到這個橋樑的健康狀況 這樣子的研發成果確實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歧視 國科衛這個研究計畫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對應一些極端氣候 像是颱風 颱風風水一來的時候 橋樑的橋樽會受到很大的水的衝擊力 而造成它的橋樽被重刷 當橋樽重刷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會垮橋 所以研究這個國科衛研究計畫主要目的 我們就希望能夠來量測這橋樑 受到這個重刷的影響到底能活生 那我們研究團隊是台大跟成大聯合起來 對於監控它的這個自然頻率呢 利用這個橋樑的自然頻率 我們來監控它到底能活生 所以我們就製作了這一個無線的感應盒 那這個無線感應盒裡面有包括我們要監控的加速錄計 以及相關的傳輸的設備 那在這個小小盒子裡面 那我們就把它安裝在橋樑上面 就是現在各位所看到的這個監控盒上面 那這個監控盒得到訊息之後呢 我們會藉由這個Wi-Fi 5G的路線 傳輸天線呢 傳輸到三公里遠的地方的這個轉控站 那這個轉控站的話 接收了這些訊息之後 會走一般的這個網路線到達我們的中控室 那以達到隨時可以監控這橋樑它衝刷的一個問題 那讓這個未來的管理單位呢 可以即使掌握目前橋樑的最重要的一個現象 我們台灣的電子科技的研發非常大的能量 確實可以跟傳統像圖木工程來做有效的結合 那這樣子一個利用跟結合的跨領域整合 確實可以協助我們來做這個防災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說 這樣子一個成果可以給未來橋樑管理單位 給他們的一個啟發 以及把我們這個監控系統可以持續的應用下去 那目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張國正的張主任 以及高工具這一邊的話 他們也希望能夠程序我們現在目前的研究成果 結合國內相關儀器研究單位 來共同開發為我們台灣這上面做橋樑 開發適合比較低成本高效率的這些監控器 更有效來保護我們這些橋樑的健康 這是我們研究案所使用的展示平台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讓一般民眾更可以了解到 我們中砂大橋上面的設備是怎麼操作的 所以我們把中砂大橋上面的傳輸模組 以及加速度規建立在我們的模型上面 那這邊這個是屬於高埋設的橋樑 這邊這個是屬於低埋設的橋樑 我們藉由收取加速度訊號的方式 來分析出他們現在頻率值的不同 藉由此我們就可以判斷說這條橋樑是屬於安全或是危險的狀態 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所採用的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主要根源於利用微小化的感測器 將其所蒐集到的資料利用網路系統 把資料傳遞到中初然後進行統一的分析 這方面的技術已經被界定為下一個世代智慧型的技術 原因在微小化的感測器裡面呢 它可以與我們生活融合在一起 以這個計畫為例 就是我們把微小化的感測器 裝在橋樑的結構上面 因為它已經微小化了 所以它並不影響橋樑的使用 也不影響橋樑的安全性 可是同時它可以量測到橋樑的一些健康的狀況 比如說震動的頻率、位移的距離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 這一方面的技術主要是用加速龜來達成 我們是量測它的震動頻率 那我們加加速龜微小化之後 我們利用所謂的802.15.4無線感測器網路的技術 將所有的資料收集完之後 放回所謂的終端機 那終端機上就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由於本計畫所使用的GPET接收器 具有成本低延結算快速兩大特點 特別適用於需要快速布設 而且大量布設的一個監測環境之中 未來我們將跟其他資計畫繼續合作 將這樣的技術落實到移動式的橋樑檢測裝置系統上面 使這樣的監測過程能夠具有更高的一個機動性 一個高度 我們這邊主要的任務就是 找出橋樑自然頻率跟沖刷深度的關係 我們用很複雜的有線元素分析方法去做這個問題 包括橋樑的上部結構跟土壤基礎一起加進去分析 然後因為這個方法很複雜 所以雖然得到的結果很精確 但是工程界可能沒辦法直接使用 因此我們又修正了目前大家時常用的土壤進度彈簧法 我們也把這個方法加進去 然後分析了大概有上千個例子 然後跟我們複雜的有線元素分析去比較 然後結果我們發現非常精確 因此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提供出來給工程界使用 工程界在做結構分析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執行這個分析 把橋樑的自然頻率跟沖刷深度的關係把它做出來 我這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朱教授模擬橋樑自然頻率 與橋樑沖刷深度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 由於這樣的模擬成果 數量資料相當的多 因此來講在判讀上面 我們就採用所謂最佳化的方法 以及一些判斷的方法來進行 出外的結果就可以了解到橋樑 它在安全上面的一個關係跟自然頻率 以及沖刷深度之間的關係 本團隊首先要感謝國科會這三年來的支持 以及過程當中的協助 那在現場監測儀器的部分 要感謝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及高工區 他們在過程當中的協助 讓我們這整個監控儀器的裝設 以及監控都很順利 另外還要額外感謝現場的民眾的協助 尤其是當中紀站的修車場的民宅的先生們 最後我們還是要感謝兩間學校 台大以及城大他們在行政事務上的協助 最後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回饋給社會 讓我們整個防災的工作可以更加的完善 人民生活更加安全 謝謝 我們이어서我們可以回應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回應